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传 这首诗歌式的语言是大名鼎鼎的江太公李旺做的 前空万宁歌比较不是那么出名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它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关于社会兴衰的大预言 而且呢 至今仍然有很多部分还没有被破解 第二个预言是诸葛亮留下来的 在中国 提起诸葛亮几乎人人都知道 它是智慧的化身 它神经妙算 用兵如神 同时呢 诸葛亮是修炼得道之人 它师从神秘的室外高人 有超凡的预测功能 它上知千文下通地理 精通天象和各种地理述数 诸葛亮留下的一个最著名的一名是马前客 相传 它是诸葛亮在军中闲暇的时候 占卜未来而闲暇的 因为是在战马前占卜的 所以就称它为马前客 马前客预测了未来几千年天下将发生的大事 预测了从三国时期起到当今 以及我们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 马前客一共有十四客 每一客预言一个朝代 前十客呢 是已经发生互面的预言 预言了从三国时期起到中华民国时期的事 非常准确 后四客预言我们当下 以及未来的事 第三个预言是 不须大师预言诗 这首预言诗开始叙述了不须大师做这首诗歌的原由 按照施周所说的 不须大师原本是C朝的一年大将 因为伤感天下迷乱 博士荒废 他去了天盘山修炼 布鲁佛门 以求菩提圣果 他刻苦修炼 笑法达摩祖师 练部九年 终于得到 不须大师预言诗 对近代历史是讲得非常详细 但最后一段 才是不须大师真正要表达的 前面大段的内容看上去是在预言历史 实际上都是为最后一段做铺垫而已 第四个预言是 推背图 推背图是广泛流传中国民间的一部 看上神奇的地名书 它是弹出真冠年间 由斯仙剑 李传峰和影视袁宣刚共同撰写的图称 一共有60部图像 前40项分为第一卷 后20项分为第二卷 每部图像下面还附有郑约和宋约律师一手 预言了 从谈朝起到今天 甚至是未来中国历朝历代将要发生的大事 推背图的说明是根据第60图像 最后一项中的颂约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取归修而起的 由于历史上推背图的预测过于准确 一直成为历朝历代当权者的禁书 也因为推背图流传简远 其间也不乏有伪造版本 目前呢 比较可信的是 明末清初的材子 金盛探批注的金批本推背图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金盛探批批的版本 原本呢 现在是保存在台北的故宫服务用意 第五个预言是禅师师预言 禅师师预言是唐代高僧黄博所做的 黄博是位很有教旧的著名佛教高僧 是禅宗五大宗之一的林济宗祖师 林济玉玄的师父 他的著名的诗句千古灵光 他在上唐开示送礼 写道 陈老肿托是非常 仅把神头做一场 不是一般弹彻骨 总得梅花 枯一香 禅师预言是唐武宗会苍二年 环博禅师口述 由当朝宰相陪修 记录成书的一部推测国运的一名诗作 收录在《中灵律》这本书里面 环博禅师师一共有十四首 预言了明朝灭亡 清朝各代 八年抗战 国共内战 国民党退守台湾等事件 诗的特点是以政权和地位为线索进行了很确的预设 第六个预言是梅花师 梅花师是北宋大儒少庸所做的 他刻苦好学 当时呢 有高人李挺之 见他好学不炫 就传授了他和图 诺书 无稽八卦等等异学奥物 他融会贯通 妙无自得 终于成为一代艺学大师 奉尼瑕尔的宏儒 宋史记载他 志略绝人 遇事能前之 你比如说 对后世艺学影响很大的铁板神术和梅花心意 都是出自于少庸 梅花师预言一共有十首 预言了他身后中国大的历史演变 当然和所有的预言一样 他才有了很敏惠的预言 并不是很容易被理解 有的部分呢 还是写给修炼人的 一般人是不知所谓 他的预言从宋朝开始 而且呢 起始句 荡荡天门万古开 几人归去几人来 伸手不凡 利益高远 最后一首的这一句 树点梅花天地春 是画龙顶金之笔 整首诗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叫梅花师 最后四个是刘伯温留下的艺人 刘伯温是明朝开国宰相 同时呢又是一位得道高人 六百多年前 他为后世留下了四大预言 烧饼歌 旧节碑文 金灵塔碑文 和推碑图 不过呢 大家可不要混淆了 这里说的是刘伯温的推碑图 并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李重峰 平天刚所住的推碑图 烧饼歌是刘伯温留下的知名艺人 他为什么叫烧饼歌呢 据说九月以前 某一天的早上 明太祖在店内吃烧饼 只咬了一口 就听到内剑报 刘伯温敬剑 太祖心里就想了 要测试他一方 于是 便用碗盖住了只咬了一口的烧饼 然后再招刘伯温入店敬剑 刘伯温入店后 太祖就问他说 先生心灵术语 可知碗中是何物人 刘伯温掐子一算 回答说 半四日息半五月 陈被金融咬一圈 依臣所见 这碗中唯一烧饼事业 明太祖不得不为之散叹 并且向他请教明朝以后的国民 这就是烧饼歌的由来 他预言的范围 从明朝开始一直到现在 刘伯温的旧纪碑文 又称为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我们简称刘伯温碑记 它是在一场地震中震出来的 这个碑文以地震这样的方式形现 已经是足以大人震惊了 这块碑文更是记载了经典的预言 在一个朱鼠年到来之际 将有一场巨大的劫难降民人间 刘伯温碑记中说 石仇难过朱鼠年 这点明了这次中共肺炎的爆发时间 说明大瘟疫发生在朱年和鼠年之间 它把时间明确下来了 那就是2019年到2020年 刚好是这次大瘟疫发生的时间 纵观东西所有的预言 都说过大叶纳一来 五千年大戏已经北深 高潮即将到来 我们怎样走过这末节的时刻呢 刘伯温碑记预言中 其实都有个明事和暗事 只看人愿不愿意相信了 刘伯温碑记中说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免遭此劫不善算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灵塔碑文 金灵塔位于南京的城郊 是明朝军师刘伯温所见的 当时刘伯温鼓注 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后 朱元璋定都南京 金灵塔一共有八层 朱元璋六名朱崇八 金灵塔八层相别 也代表着大明江山 是大明江山的镇国之宝 明国十六年 国民军公路南京时 部分军队在金灵塔附近送银 无料到了深夜的时候 塔内突然传出凄厉的好哭声 架势人惊悚不已 不敢入睡 于是就把情况报告给上机 最后蒋介石清零现场 下令拆毁金灵塔 于是发现了塔中的碑文 金灵塔碑文就是这么密室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推碑图 1915年山西地裂 推碑图现明世间 推碑图一共有三卷 主要预言了当今的中国的句点 推碑图中有一句 牛头鼠尾撒下灾 朝病目死胜悲哀 预示着2020鼠年末 到2021牛年初 瘟疫可能会很吓人 这个说法也应对了 印度神童 阿南德最近的新故言 刘国温在推碑图中说 弥勒下世传三字真经 原文是这么说的 弥勒佛辞天曰 我去后只传字加三字三法 必万法归一 法正乾坤 礼必透须而去 凡身目子为信 意思是说呢 弥勒佛辞别天上的神佛说 我去人间后 我去人间后只传我的三字真经 一定会让底层空间所有的佛法 归一到我这部三字真经佛法上来 用这部最高的宇宙大法归正天地 失礼完毕 穿过神界 向人间而去 弥勒佛在人间的肉身 性礼 推碑图中有 弱势行善 贤良君子 可免一家之灾 都说明在大劫难中 善良的人才有希望 但是现代的人对善良的认知 可能和古代已经相差甚远了 关于善的正解 刘国温碑记中 七人一路走 你又进了口 三言加一勾 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 各个平安 刘国温有自己的方式 告诉大家 遵守这三字真言 才是真正的善 也唯有善才能平安度过大劫难 但因为现在是最科书的历史时期 有可能是换朝代 甚至是换文明 所以历史上留下的预言 到今天 有的地方已经被改变了 比如 刘国温碑记中说的 这是大劫难 凭者一万六一千 复者一万六二三 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人 留下来 这个淘汰的数量 已经是不会有那么大了 因为很多人还不断的在这个进程中 顺应天意 目前 已经有3.6亿中国人选择了善 脱离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关于预言中的大劫难 大悔一时间 可能也会有改变 但是总体上不是很乐观 因为很多人直到现在 仍然忆愿相信中共的谎言 拒绝相信 上来保全 今天的预言解读 子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在这里 我们也想和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第三只眼睛 给大家解读古今中外的预言 只是给大家提过一个参考 让大家明白 当今正在发生的大事 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平安度过大街 第三只眼睛带您看世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点赞 订阅 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